记者蔡孟上宝山报道,新竹县宝山乡有田村争取新建集会所多年,乡公所在五年前取得用地,之后规划新建一波波折,终于在日前完工,将于23日举办落成启用一式热闹庆祝。 宝山乡长邱昆筒说,有田村居民要聚会交流,之前都是借用寺庙空间,使用起来并不方便,公所于民国102年取得新建用地后,隔年编列预算1400万元,并向内政部争取补助400万元开始规划新建,设计历经多次检讨,广征各界一检,去年完成发包开工,施工期间有两次变更设计, 集会所终于在本月初完工。 邱昆筒也说,感谢地方士生刘景和先生配合授地,让邮田村集会所能够顺利新建完成,这个造型美观又实用的邮田集会所,有地方活动中心,农特产展售等多功能用途,所以23日上午的落成启用一式,将搭配举办优质碰干品质评鉴,邀请农民也来使用这个全新的集会所, 为所战兽促销他们的优质干局。